欢迎大家学习 海杜浦从零基础到直接工作课程 海杜浦是什么 它是一个适合海量数据的 分布式存储 与计算框架 它首先是一个框架 那框架就会屏蔽掉底层的一些细节 我们以前接触的一些框架 往往都是屏蔽掉底层的什么细节 计算的细节 就是这个程序背后在怎么运行 流程是什么 被谁控制 这些对开发者而言都是透明的 开发者只需要关注于自己的业务逻辑代码和业务流程就行 而海杜浦它有个特殊的点 它既是一个计算框架 又是一个存储框架 就是你把数据交给我海杜浦 海杜浦负负责 底层的存储 你不用关心它是怎么存储的 它是一个存储与计算框架 屏蔽掉存储的细节和计算的具体的细节 它最为特殊的点是 是一个分布式的框架 什么叫分布式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 有一千个数 一千个整数 随机的整数 我们求最大数字 这是一个蛮简单的一个题目 你只需要设定一个整数值的标记 设置它为最大值 然后里面的每个数字相比较 那比较一千次 最后就得出了 最尊的最大值 我们按照传统的这种思路写的时候 它是一种单机版的 那如果 如何把这个单机版的程序 变成分布式的呢 它会有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 就是这一千个数字怎么存储 我们原先这一千个数字肯定是在单机版的一个 一个文件中 那如果变成分布式的 它会变成 例如五台机器上 就是把这一千个数据分成五份 那每份就是两百个数据 这是第一 一点 第二点 那这计算的时候 它和单机版是不一样的 当然它那个计算模型 其实 就是 每台机器的计算模型 其实和单机版 可以一样 我现在是五台机器 每台机器上两百个 整数 那每台机器肯定要算出这两百个整数 中的最大数字 好 这五台机器都计算完毕之后 Hidoop的计算框架 会把这个数据进行汇准 然后 计算出这五个数据中的最大数 最后得出这种 一千个数据中的 最大数 或者说我们分布式数据 存储系统中的最大数字 交给客户端 当然这种客户端 往往是指我们的 Java系统 Java的开发者 就是我们 开发工程师或者说是一种命令客户端 然后可能有朋友问 你一千个数据求最大数 你又把我的数据分成五份 放到五台机器上 然后每台机器求出数字还要汇准 还要再计算一下 你这样麻烦不麻烦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有没有考虑效率的问题 确实 如果是这么少的数据的话 一台机器肯定是比五台机器快 当然 我们刚才描述的那个模型 因为是五台机器进存储计算 那实际的时候 分布式系统 它肯定是不止五台机器 因为你计算和存储就五台机器 它还有管理 等相关的一些辅助 的一些部分 但是大家现在想要问题 如果我把这个1000个随机的整数变成1P的随机整数 1P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据 你求出1P的随机整数的最大值 採论单机版行不行 单机版存储可能不是太大的问题 因为1P的数据这个 还不是一个特别恐怖 虽然已经是极为夸张的数据了 我们现在假设它可以 存储的 存 能够存储完成 当然 因为1P的数据很恐怖 你要能够存储 存储下来的操作系统 如果能读取这1P的数据 对操作系统 的要求要是非常高的 CPU等等这些 假设说它能存储 那我们要考虑第2步 因为你要计算要夹载进来 现在单机版有没有1P机器的内存 好像我们在 一般的生产的机器上 1P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会面临的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数据夹载进内存 就是内存不够 其实第1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谈的 这个 假设说它能存储的下 这样一个夸张的数据 言外之意 也就是 一般情况下是不可取 因为你放在那里 操作系统 无法驱动你这个磁盘 所以第1个问题是磁盘的问题 就存储困潜的问题 第2个问题就是内存的问题 好我们假设磁盘没问题 内存也没问题 那你计算 你想一下1P的数据 你从尊求出最大数 你要计算到什么时候 我估计按照普通PC的计算能力 你 至少没有几个月是完成不了的吧 所以我们至少会面临这三个问题 但是如果放在我们刚才 举的那个分布式模型 就很好弄了 因为它是若干台机器 我现在 想这1P 你不是1P的数据吗 我把这个什么 我把这个数据放在5000台机器上 分布式存储 每台机器存储在1P数据中的一部分 然后我计算的时候 让这5000台机器 并发的工作 每台机器处理这一部分数据中的最大值 那5000台机器 各取出自己的最大值之后 我们Hidoop的分布式计算框架 把这5000个值收集过来 再从5000个值中取出最大值 此时我们就会发现 Hidoop分布式的存储与计算框架 就有非常大的优势 所以说它是适合海量数据的 适合海量数据的 就是小数据也可以认 但是得不偿失 因为你要分布在不同的机器 在机器之间 通信 带宽 等等 这些都是需要消耗资源和时间的 那在过去的时间中 我们会发现 业界做Hidoop一般 就是 它会在什么数据情况下 选择Hidoop呢 最低的标准 过去看来是10T 就是 如果这个数据过了10T 可能就也会有一些公司 考虑选择Hidoop 但是大陆这边也有一些公司 在数据1T以上的时候 他也会考虑选择Hidoop 我们还是建议10T以上 当然 这个官方没有没有给出 建议型的数据 10T以上 还是一个蛮正常的一个数据 就使用Hidoop的时候可以考虑的一个数据 当你数据量越大 例如我1000T 甚至若干P的数据 这个时候你使用Hidoop处理的效率越来越高 然后我们看一下 Hidoop到底具有什么样惊人的能力 我们刚才谈了是 排 就是求出最大整数 这边给了我们一句 骇人听闻的话 40秒钟左右的时间完成 1T随机数据的排序 就Hidoop在这个是2013年的最新数据 40秒左右的时间完成 1T随机数据的排序 他不是求最大数 求排序肯定比 就从理论上讲排序肯定是比求最大数字远远的消耗时间了 因为你相当于对于每两个数据都求最大数 它是一个有顺序的一种求最大数字的过程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网络的具体信息 就在这个地方 当然这边也有其他的一些排序软件 或者系统产生的结果 不过大家要注意一点 我们在这里看见的 其他的软件或者系统 他们往往都是 专门为 排序这件事情 而优化的一些系统 而Hidoop 它是一个通论性的 分布式大数据 或者海量数据的存储 计算 框架 他 没有说我特定为排序去干这件事情 我们看 2013年 它处理能力是1分钟1.42TB的 随机整数的排序 也就相当于40秒钟左右完成1T数据 然后完成这样的数据 它需要拿下配置 它有 2100个节点 2100个节点 你现在就想它有2100台机器 因为这个节点是 另外一种 仕途空间的东西 我们在实际生产的环境中 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个节点一台机器 然后这每台机器具有什么样的配置呢 双核 2.3G核持的 这个什么 CPU 然后64GB的 内容 还有12 3TB的 硬盘 第1个参数和第3个参数是一个蛮普通的参数 我是指对于服务器而言 然后第2个参数有点不同寻常 64GB了 因为它要把我们的数据加载进内存 所以 它会 开 会 配置的内存非常大 我们在实际生产的时候 一般16G左右 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了 所以 我们会发现假设你从实际生产的环境角度去考虑的话 双核 16G 或者32G 然后12x3T 的这样那个硬盘配置 其实也就两万上下 所以这是一种很 廉价的一种 集群的构建的方式 然后你获得的结果就是什么 40秒钟左右的时间完成 完成多少 完成1T随机数据的排序 这个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如果你现在的上大学的话 或者说 在工作的话 你用在公司里面的 你自己上班论的机器 做这个东西 1T 的数据完成排序 这个至少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然后我们看 前面描述了海独谱是什么 然后海独谱惊人可怕的能力 那我们现在关注一个问题 就是谁在使用海独谱 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 世界上 使用海独谱的 公司或者说组织 当然这种公司或者组织 包含 两种类型 一种是商业性的 另外一种是 公益性 或者说 学术研究性质的 我们这边是维基百科 先看一下维基百科 这边列了一些基本中复的名称 Dona Yahoo 肯定是 在使用海独谱 因为 海独谱 开始 是被Yahoo 收购并发展起来的 然后这边我们看有Facebook IBM 然后中国 电信 纽约时报 中国一顿 当然 这里面 没列的 比如说Google 公司 那你要想看完整的 有哪些公司 就全世界范围 有哪些比较知名的组织 或者机构 在使用海独谱可以 到他的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 给了我们一个列表 就 Swain Hidoop的一个列表 好 在这个地方 Powered by 点击进入 在我们这个页面中 他以字母顺序 ABC 一直到Z 的方式 排 排序按照字母排序的方式 指出世界上有哪些公司在使用海独谱 亚马逊 Adobe 这边有很多了 大家都可以 看了 有很多大家熟悉的 Ebay Facebook 还有水啊 有很多大家可能不是太熟 知道这数据处理领域的 我们往下继续看 这边要提一下就是Google公司 Google公司也在使用 海独谱 大家如果从网络上了解海独谱的话 会 会知道海独谱其实就是一个山寨版的Google 但是有海独谱现在生态系统非常 完善 通常在业界运动的那个速度 或者深度与广度都超乎了初步的预期 而且确实有自己很好用的那些框架或者工具 所以Google公司在内部也在使用海独谱 这个 海独谱是山寨版的Google Google也在使用 IBM 这边大家都看过 好在 这边的这些 就具体公司的这些名称 我就不跟大家分析了 每个名称 这里面也列出了他使用海独谱的主要方式 好 这么多公司使用我们的海独谱 到底 是什么 原因呢 前面 看他的处理能力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出来了 其实 我们现在主要 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 从技术的角度考虑 是为什么 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 海独谱的核心 什么叫分布式前面已经谈过了 分布式文件系统会确保 我上传数据给我们的海独谱 分布式文件系统会自动的屏蔽掉 分布式存储的过程 当然你取数据的时候 你也不用说你从哪台数据上去取 你只需要告诉这个框架 我要取数据就行了 分布式计算框架 它解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代码往数据前移 这个什么意思呢 以前 我们 写程序的时候是数据 就程序把数据加载进来 然后处理这个数据 然后 MapReduce 计算框架 或者计算模型 Hydrope 实现 的时候 实现了 数据不动 代码动 就是假设说我要有一段代码 求出这个数据中的最大整数 在我们刚才有1000 1000个数据 然后分为5台机器上 那这5台机上 机器上的这个数据是不对的 我写了一份求最大数的代码 求最大整数的代码 Hydrope的MapReduce 计算框架 会把这部代码 风发到5台机器上 让它运行 这代码迁移 数据不迁移 这是Hydrope 非常致命的一个环节 如果说Hydrope 不实现这个环节的话 他的很多后来的指向 都无存弹起 也正因为 它实现 并屏蔽掉了 这一个过程 所以 它既有完善的存储模型 又有完善的计算模型 在不同的领域 有精准领域 互联网领域 就是数据密集性的一些领域 对数据 存储分析 都比较密集 的一些领域 应用的非常广泛 那Hydrope有什么特点 这里面我们主要谈四个特点 第一是伸索性强 它可以非常 青春的从一台机器 扩展了五台机器 扩展了五百台 甚至五千台机器 因为它的框架 你只要按照它的规范 去做 就很容易 扩展了上千个节点 处理PB级别的数据 然后第二是成本低 实问的都是普通的服务器 就是一两万左右的 这种普通的PC 然后高效率 因为并行处理 我们刚才说了 假设很大的数据 的时候 例如一批数据 你求最大整数 并行处理 速度非常快 可靠 这个是我们谈特点的时候 要重点谈的一点 其实前面也提了 就框架费自动检测和处理错误 我在计算的过程中出了错误 框架费自动检测的这个错误 并自动的进行 错误的回滚 或者卓页的再次提交 当然这边 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卓页的概念 你现在把卓页就可以看作是一段代码 处理数据的代码 这一切 对开发者都是透明的 当然对那个存储也是这样 我把数据交给你去存储 你内部 假设是内部出了错误 它会自动处理掉的 都是透明的 我相信很多 学习者听见这一点应该很激动 以前想象就是我们风布式的程序 很神秘 或者说很复杂 现在 有一个框架帮我屏蔽掉了 风布式程序底层所有的问题 我们只需要专注于自己的 业务逻辑代码 而更美妙的一点是 你写的这风布式的 这个业务逻辑代码 其实跟你写单机版的程序 没有太大的区别 你只需要按照它的规范 写就行了 所以 Hidoop 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框架 尤其 至于我们 开发者而言 大家如果从网络上搜索 Hidoop 这些职位信息的时候 就会发现 几乎所有的数据处理密集 因为每天产生数据的 或者总共积累起了数据量 非常大的 机构都会有这样的职位需求 而且联薪非常高 一般都是30万上下 有的甚至高达50万左右的联薪 如果说你能胜任基本的日常工作 也会达到10万左右的联薪 所以 这还是一个蛮好的机遇点 其实如果谈到机遇点 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从我们技术学习的角度去考虑 它是一个分布式的框架 所以 我们在学习的数据会发现 它底层非有很多技术含量 这至于个人的提升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选择 所以无论说成经济的角度 就业经济角度考虑 还是说成 个人的技术修炼的角度考虑 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好 这一讲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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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